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以为开车的才是王者 直到一辆辆小店里又呼啸而过才明白 你爸爸永远是你爸爸 他们用摩托车的速度 走自由主义之路 坚持减受不减速的原则 认定两点之间逆行最快 他们在没有拍照的优势下 无视交规 在不用Cover的前提下装傻冲浪 虽然电瓶车事故伤亡率超过80% 但他们照样无视物理铁律 坚信狭路相逢勇者上 张囊鱼之一战打 当时突租车 作为长在车上的城市老司机 哪有探头哪有测速 他们一清二楚 战术击杀花样夹杂样样精通 为了让视野跟上飙车的速度 闪下狗眼的远光灯 可随意开启不能轻易关闭 他们用稀烂的车围 宣告江湖地位 用风骚的便道机停 展现铁汉柔情 只要你一招手 风里鱼里我带你走 对他们来说 交规是浮云 多拉克才是王道 毕竟每个月 要交大几千分子钱 每天两眼一睁 恨不得挂挡就跑 高压之下开车姿势 只能如此性感 不过再怎么赶时间 也不能在公交车面前任性 踏出站时你别抄 停靠站边你别挡 至于公交专用道 非规定时间你也不能用 否则逮到就是三分二百 你还别跳脚 谁让公交承担着城市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客运量呢 截至2015年底 有五十多万辆公交车 奔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 换句话说 每一辆大巴背后 都有752个轿重 你要是当敢在他面前造词 就算不掉一层皮 也让你陷入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唯一可以驿站的 就只有大货车了 肉山的体格 江青的货箱 浓郁的尾气 样样都在警告 考进 小心降维打击 数据显示 2016年 全国共发生货车责任交通事故 五万多起 4.68万人受伤 平均每两起就有一人死亡 成为马路大杀器 不仅是因为他事业盲区大 体型笨重变道难 更有超载问题 和行业潜规则的加持 就算没经验的司机会转向避让 可能发生的侧翻 也够你吃上一壶 只可惜山外有山 老司机们开车再稳 也架不住另一种路吧 他不靠杀伤力去胜 虽低调上路 周围区自带两米气场 毕竟仅气相攥 一蹭八万 有本事来户怼 黑不死你算我输 看似平静的马路 实则暗讨汹涌 据有关部门统计 去年我国道路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超过四万人 平均不到十三分钟就有一人 因怀抱缴线心理 而搭上地府直通车 在这个人口世界第一 机动车保有辆 同样世界第一的国度 还是慢一点 怂一点为好 毕竟 车不是玩具 你不是超人 退一步 海阔天空 抢一步 看你还怎么谈笑风声 滚 挡 滚 妹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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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